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对 目前来讲 他们对外宣布的是朝鲜 就是北韩 那北韩要打哪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大家应该值得探讨的问题 北韩会不会去攻打澳大利亚 我想没有这个理由 那北韩如果要攻打的话 那一定是跟韩国就是南韩 或者是日本 那另外一个国家 那当然就是美国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军演 在夏威夷附近 然后在这个太平洋 这个地方展开 就是采用这个海上的拦截系统 那海上的拦截系统 那应该指的就是 中断飞行的拦截的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朝鲜 它本身要攻打 这个韩国或是日本 那就不应该是在太平洋的 另外一端来进行海上的拦截 因为如果要进行海上的拦截 应该日本海这个地方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是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代表是为美国而防卫 也就是说防止朝鲜 对于美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的时候 由这五个国家来建立一个海上的拦截系统 那这一定是中断飞行 因为穿透大气层 然后在中断飞行的过程中 那想办法把它挤落下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 导弹一旦进入大气层的中断飞行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关掉它的这个发动机的 因为它是采用惯性的抛 抛物线的原理在飞行 那等到它要重返大气层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会重新打开 那打开以后再开始重力加速度去攻击 可是问题就是由于在太空没有重力 没有阻力 几乎是为重力为阻力的情形下 所以它飞行速度很快 但是比较高 比较高的情形 我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拦截 表面上针对朝鲜 其实你也不能排除说没有针对俄罗斯 或是没有针对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它是多方面的 多层次的一个考量 但是它避免去过度刺激俄罗斯跟中国 因为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可以 针对这些国家举行一些联合的军演 那所以它就最好的方法 就是讲说对朝鲜 那朝鲜没有强大的海军跟空军 所以朝鲜反正就是 你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朝鲜身上就对了 那它没有强大海军空军 它就哑巴吃谎年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美国 而且每一次都喜欢找一个理由说 维持区域的安全跟稳定 其实朝鲜你不制裁它 然后它为什么要去发展核武 就是因为它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它要发展核武 是因为它眼睁睁的看到2003年的时候 美国就因为伊拉克没有核武 就把人家打掉了嘛 就把人家灭了 然后把人家占领 然后把人家石油抢了 这活生生的案例 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伊拉克的前车之间 伊朗跟朝鲜 就是北韩才要发展核武 那你今天反过来再怪说你为什么要发展核武 那他们的国家是说我没有核武我这么弱 我就会我的下场就是伊拉克 就是利比亚 因为他们当初也有劝利比亚哥大费说 赶快发展核武不然的话下一个就是你 利比亚哥大费说我只要按照美国的指示座应该安全吧 结果下场还是被杀嘛 所以对于到底谁是始作俑者 国际社会应该要有个道理 可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形是 国际间这些列强常常不讲道理 这个代表两国的整个军事外交 他们的步调是一致 军演的频率越高 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紧密性就越高 军演的层次越多 他们的两边的联合作战的能力就越强 因为整个演习就像作战一样 那整个作战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 它包括指挥通讯沟通 然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要一致 包括战略战术 那么甚至战斗的这些想定都要一致 那你想当美国跟日本的这样的不断的军演 因为美国是有实战经验 日本没有 但是当日本跟美国这样不断的 联合军演的时候 其实对日本的战斗力也是一直在 不断的在提升 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大陆确实是要 要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戒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日本对于台湾还是有野心 尤其日本的军国主义 对台湾还是有野心 它一直在扶持的是台湾的台独派 而不是我们这个 因为台湾内部里面也有很多人 对日本殖民时代是不以为然的 但是台独的那些人 对日本殖民的时代里面 他们是好像就是说以日本为他的老板 以他的为他的组织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内部里面 还是还是有一股力量 他们本身跟日本是有勾结的 他们就是卖台的一群人 那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钓鱼岛的问题 对台湾的问题 他们还有野心的话 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戒 因为日本的能力 他的作战能力 也一定会经过不断的演练的过程中 从美国那边吸取了很多的经验 从美国那边吸取了很多的能力 我觉得他们的作战力当然会提升 尤其日本是募兵制的国家 他们的军人的服役时间是长的 我觉得这个经验的累积 对日本来讲是有益的 但是相对来讲对周边的国家就不利嘛 对台湾也好或是对于大陆也好 那都是不利的 好的 我来先讲一下这个朝鲜的问题 已知自由护盾 这是每一年的军演 美国跟韩国的军演 这个军演名为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 其实有的时候会演变成为 对于朝鲜的一个威责或是恫吓 过去在欧巴马时代 也举行过这个史无前例最大的军演 想要嚇阻朝鲜不要发展核武 那没有成功 到了特朗普就川普的时代 也举行过一次比一次更大型的军演 也都想要恫吓朝鲜不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 或者是不要释报核武 但是也都没有成功 因为金正恩都不理会他们 一直到上一任的总统 文在寅上来了以后 文在寅由于他很了解北韩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走他前任的 就是他以前的老前辈的阳光政策 也就是说阳光政策就是 从这个预言里面来的 就是说我们要感化对方 不是用北风去吹 而是用温暖的阳光 那温暖的阳光会使我们 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把衣服脱掉了 北风与太阳的故事 对 北风与太阳的故事 所以阳光政策 阳光的推动 其实就是用温暖的心来感动北韩 然后彼此之间能够融合 能够在一起 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 文在寅也继承了他的老前辈 那因此呢 有关于已知自由护盾 因为那是跟美国的一个协定 那他就改用这个兵器推演 就是减少这个时兵演练 那这样的话对于金正恩来说的话 威胁感就没那么大 那金正恩在核武四爆这个部分 就比较有节制了 然后在导弹的四射这个部分 就比较有节制 所以相对来讲 朝鲜半岛就稳定一些了 对 但是现在的这个 就一直挑起这样的 对 以席越上来了以后 就整个把文在寅的政策 全部推翻了 那又要开始举行联合 十兵的演练 那对于金正恩来讲的话 那他当然 那就是你这样做 我就有核武四爆的震荡性 所以他就准备要开始进行核武四爆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因为传出金正恩要进行核武四爆 那是根据联合国的原能机构说 好像感觉金正恩有要做核武四爆 那是因为金正恩在这段时间以来 那么跟川普见了几次面 两次面 然后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跟朝鲜的关系改善 他可以不要做核四爆 但是他要换得的是 你要解除对我朝鲜的经济制裁 而且要在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 是可数级性的 也就是说以前的制裁那就解除了 那这样的话我换得我对于核武的问题 不要再去做时报 那两次的见面以后 他觉得都被川普骗了 骗了以后他就觉得遥遥无几 然后呢大陆也劝韩国好几次说 你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 说要解除部分的制裁 那我们就能够帮你做事 也能够帮你圆 那韩国破为美国的压力也不敢提 那破为美国压力不敢提 所以安理会就没办法处理 没办法处理 你看现在的文在寅任内的时候 没有任何成果 那现在隐形约上来以后 马上恢复这样的一个隐形 那当然金正恩就会恫吓了 就是说你做那我就做 那一旦施暴的话那就不得了 因为朝鲜没有超强大的电子计算机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电子计算机 做模拟的核爆试验 所以他一定要实际上的核爆试验 那个数据才有效 可是一旦做出来以后就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朝鲜半岛又进入了一个 相对于过去来说又不稳定 更加的不安定 更加不安定 我觉得德国他在改变 他过去的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 因为德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 所以他有一个战争的原罪在里面 最近南韩变了 德国也变了 那我觉得日本也在变 但是日本跟德国又不一样 是因为德国他有对他 二次世界大战有忏悔 有道歉 有认错 然后还把这个 他们当初纳粹的集中营 把它完整的保存 然后他的以前的总理还去下跪 对于二次大战的发动 德国很认真的忏悔 可是我们在强调 日本对亚洲国家没有 但是德国对欧洲国家有 那德国在过去的前总理 前前总理 就是梅克尔的恩师 克尔他本身 他本身就一直追随密特朗 然后紧紧的跟着法国走 那您看经过这么多年的修补 他取得了欧洲人的信任 现在德国他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超越法国 我觉得德国要向亚洲的国家 也要展示他的军事的影响力 因为军事的影响力会 会强化他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影响力会强化他的 经济上的一些作为 所以会使德国的产品 或是德国的影响力 在世界更大 那他这一次就是向亚洲国家 来展示就是说 德国的现在有能力 因为他这个踢风战机 就台风战机 这个欧洲台风战机 是跟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 这几个国家他们合作 共同研制生产 因为法国要自己独自发展 那德国就跟欧洲的 这些四个国家 他们就把它合作发展 所以他就采购了 买了他们自己发展的东西 也想往外国外买 也想往国外卖 他这一次是这样 他想输出 而且德国的地面 因为德国没有战略武器 他不能有发展战略武器 但是德国的地面的坦克 他的导弹的作战能力很强 好 德国现在的做法是这样 他向亚洲国家展现 德国已经有能力 而且他可以参与区域的问题了 这一次是13架的战机中 六架是台风战机 这是新一代的战机 当然如果跟歼20比的话 还是老一代的 但是也是属于三代半的 那这个三代半战机 他要从德国巴伐利亚 那边开始起飞 起飞的时候 他会经过空中很多次的加油 空中加油 所以他有几架的 三架的加油机跟着他走 然后还有运输机跟着他走 所以是战斗机 运输机 运输机代表我能够空投物资 空投兵力 战斗机是代表空对地 或是空对空的作战能力 然后还有空中加油机 那他们会在这个 杜拜那个地方 这个进行 飞行员的更换 因为飞太久了 这种飞机一般来讲 就是说他的最大的航程 大概在1000多公里 那么因此他在1000多公里的时候 他一定要经过加油 然后他到了杜拜下来了以后 他这一批的飞行员换掉 换原本就已经送到 杜拜的飞行员 接上去再把这个飞机 再飞到新加坡 飞到新加坡以后呢 再转场到澳大利亚 可是他们一直避开 南海跟台湾海峡 特别是台湾海峡 所以他们强调 他没有要去刺激中国大陆 没有要介入台海之间的关系 他纯粹的只是参加 美国主导的 这个有关于 这个在南海 或是在澳大利亚的周边的 这些军事活动 那他主要是要强调 他在亚洲的存在 德国的军力 已经可以延伸到亚洲 我觉得美国他赫然发现 他即使掌有光刻机的关键技术 所以他才能够影响荷兰 光刻机的生产制造 说不卖给中国大陆 对 他即使掌有关键的这些原料 那机制掌有这个设计 IC设计的能力等等 但是事实上他发现 他没有这个制程 一切都免谈 因为最终的东西就是那一颗 5奈米 3奈米 2奈米的晶片 因为最终是要做出那一颗出来 而最终的那一颗 就刚好掌握在台积电手中 台积电占有大概7 8成 而三星 韩国的三星 2 3成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 他自己本身要掌有 那他目前短时间他不可能掌有 所以他就要你台积电跟三星移给他 同样到他如何让三星能够移给他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台积电弱化 所以他建立的C4 其实到最后 会把韩国跟台积电都杀掉 也就是说他当初 让日本退出这个半导体市场 后来日本就专门去做原料 其实是一样的模型 那当时对日本有效 美国来讲他认为 我建立C4也会有效 也就是到最后 你台积电台湾跟韩国 也都会退出这个市场 那因此美国来讲 他就掌有全部 而他要掌有全部 他又没有办法 他也不愿意自己再投资巨大的钱 因为台积电一个厂就是要400亿 你看他才编520亿 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而且他一次要台积电 不是只签一个厂 要签很多厂 而且要台积电 他要搞六个 对 而且他要台积电把它成熟的 有能力的这些员工 移到那边去 然后让他变成美国人 或是让他能够有权力 例如说给他Green Card 让他有绿卡 或是绝大部分都会变成美国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看他的一个 他的整个目标就是他要掌有 可是问题就在于 台积电张宗谋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 所以张宗谋就不断的在提醒 说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他需要政府的支撑 但是蔡英文他们就是 把他推出去 然后讨好美国 讨好美国 获得美国对他安全的附身符 可是我觉得蔡英文他们的短视是在于 一旦美国掌有了台积电以后 你台湾就不再重要了 台湾也就没有那么 所谓的真正的价值了 那一旦没有那么高度的价值 也没有那么重要的情形下 如果两岸之间爆发的冲突 美国一算这个利益太小 因为居然他利益 已经掌握在手中了 而且是关键的生命的利益 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他出卖你台湾 不要你台湾 当然是可能可以做到的 而且要用你台湾去消耗解放军的 部分的战力 或者是用你台湾去嚇阻 或是抑制中国大陆若干的年 的发展 能够让它保持一个更大的距离 那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所以我觉得聪明有智慧的政治 仍然看得懂美国人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 民进党政府没有脑袋 现在美国的经济 坦白说因为处于两难的一个地步 就是前段时间通膨很高 9.1然后降到8点多 但是8点多还是高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讲CPI3%左右 那已经开始超过3就是高了 那目前来讲美国人怎么办 那你经济一衰败 原油当然就下降 可是问题是当原油下降的时候 它的CPI也没有下降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它的就业机会开始出现问题 可是还有更有趣的地方是 工厂找不到人